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那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的古迪 那么今天呢 由于我们的疫情原因啊 我们就还是会去在这个云平台上 开展一次全新的学术活动 这个叫学术活动叫做大咖解密石破天境 那么此次会议呢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华医学会 密纳外科学分会的 结实组组长野张群教授 副组长曾国华教授 还有来自国内东西南北各地的 结实领域的专家 在此呢 先不一介绍 待会再逐一介绍 那么在今天接下来的会议中呢 各位大咖就会陆续的登场 与此同时呢 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了来自美国梅奥诊所的 Raymond Park教授 英国欧洲结实学院院长 Dr.Hasker Samoni教授 以及意大利的Ferdinando De Marco教授 那么此次学术会议呢 主要针对结实治疗领域的新技术 新进展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那么同时会议 此次会议呢 也是珠海普生公司 一次性电子输脑管 剩余内窥进导管 在中国上市的首次发布会 那么这个产品呢 经历了各种波折和各个的临床试验 终于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一个审批 可以服务于国内的医生与患者 我想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优秀国内企业 研发的高端医疗产品可以服务于临床 那么再次我们也对他们表示忠心的祝贺 下面呢将开始我们的今天的学术活动 今天的学术活动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与时俱进 密闹外科论坛 第二部分是中欧结实大师面对面 第三部分呢是由 曾华教授使用普生的一次性软镜 进行一个手术的直播 本次会议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下面首先有请叶章琴教授 对此次会议的开幕进行致辞 有请叶教授 最近的曾国华院长 刘永达主任 吴文奇教授 还有这个农品主任 以及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 这个密闹外科专家 特别是从事解决食领域里的同仁 首先呢见到大家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确实呢一晃半年了 我们在一个住宅区呢 到现在为止还没跟大家见面 所以非常的想念大家 非常想念大家 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机会 由这个普生 软进中国首发 继普生培训学院 第一期的这样一个会议上呢 跟大家这个见面的 所以呢我也代表这个 这个国际料理联盟 中国料理联盟 代表 邪师学祖国 对于本次会议的 隆重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疑似性的塑料馆软禁 也是早年 我们都非常得看好 都提出了希望能够呢 开发这样一个好的产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这个国外公司的 一些塑料馆禁 甚至电子塑料馆软禁等等 价格都非常昂贵 而且呢 这个用完了以后了 有一支镜子 费用很高 但是用的病人 都是非常有限的 也比较容易审判 维修费用也非常的贵 另外呢 反复的使用 由于消毒不严密 有可能的导致 患者的 妙露的感染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也多是希望 国内的厂家 能够率先 演绎出 一次性的塑料馆软禁 这样呢 对患者的感染 以及经济费用 各个方面 都会得到好处 那边是适合 在基层医院推广 那么我们知道 很多的基层医院 过于经济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开展 这个塑料馆软禁 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有了我们 一次性的塑料馆软禁 由于它价格 相对塑料馆禁 软禁 多次用的 应该来说 它更加的便宜 而且呢 这个开展的 放了一度 不断的加大 所以我想呢 特别是适合于 基层的医院 向来开展不了 需要使用塑料馆软禁 有了我们 这样一个 一次性的塑料馆软禁 这些医院都能够 开展起来 大家知道呢 我们塑料馆软禁 在治疗密尿性结石 无力是塑料馆结石 它的这个食衣 而且呢 使用的 放入也越广 需要使用塑料馆 越广进治疗 患者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呢 我们普通公司 率先研制出 这样一次性的塑料馆软禁 而且得到了国际 国内的 专家们的论可 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应该来说 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此次的线上会呢 也邀请到了 美国这个 这个Mail Clinic的教授 以及意大利 以及英国 这些专家教授呢 给线上同时呢 来进行他们的 经验的交流 我想对我们 中国的专家来说呢 也试一试 良好的学习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珍惜 这样一次好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特别的感谢 我们来自全国各个 线上的这些 紧尖级的 结识专家 在百忙之中 来参加 这样一个线上会议 同时呢 也感谢 普生公司呢 给了我们 这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 希望我们的 国内的公司 把我们疑似性的 输涯管软件的质量 不断地提高 不断地推广到 国际上 这样就是在国际上 资认任何我们的 中国的 这个输涯管 疑似性的软件 从为了 为广大的患者 带来更大的福音 预祝本次的 线上会议 也是普生 陈医局院的第一期的 这样一个研讨会 获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叶章群教授 那么在叶章群教授的带领下 我们中国的 密道外科实验 是得到了 飞速的一个发展 尤其在结识领域 不仅在学术研究 科技转化 临床创新 还有国际交流 都取得了 很瞩目的一个成绩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进入 下一个环节 要有请下一部分的主持人 他是 湘雅医院 密道外科主任 外科教育师主任 祖雄斌教授 他也是中南大学 南科研究所所长 密道外科研究所副所长 升华学者 特评教授 五三一人才 有请祖雄斌教授 主持下一环节 非常感谢 这个曾院长 还有这个 任主 还有我们这个远达主任 还有这个吴文琦教授的邀请 能够在线上 和我最尊敬的老师 因为叶老师是我的博触老师 在线上又一次相见 今年疫情之后 看到老师的这个精神绝术 这个 云魂量 所以我是倍感 这个欣慰 老师的身体的健康 就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诚实地看到很多 国内的这个大咖 即使大家像我们昆杰院长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吴宗 这个主任 还有很多在线上的 像薯商堡主任 能够在线上跟大家交流 我是倍感人性 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今天早上呢 八点的不到 我就已经在上线 我就看到这个 文老师在那里忙碌 这个会场呢 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好漂亮 所以倍感人性 那么呢 我是这个 下一月命令外国的 这个主任病大夫 那么我今天主持这个 我们这个中国节省的 那肯定是紧急的 又再紧急的这种大咖 我们经过华院长的 讲扣 所以我的压力力非常大 这个我能够主持 曾院长的讲扣 那是这个 不说三生有幸 那也是很多有幸 所以呢 我就不都说了 那么我们伦敦的 很热烈的掌声 邀请我们这个 曾经华院长 给我们讲扣 谢谢 谢谢曾经长 好 曾经的叶教授 各位同道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那么曾经叶教授 是说的 大家确实是很久没见面了 能够从云当见到大家 很高兴 很高兴 那么在这个时机 我们确实是也没有 到去去参加线下的会议 所以有时间坐下来 静静地想一想 这些密钥科的临场跟基础 该做点什么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 想了很多东西 那些 我要讲的东西 并不是说 就是对的 有些是可能是不对的 结果又不对的 讲的不妥的 或者错误的 叶教授也在 各位同道也在 线上的朋友 可以给我批评指正 那么第二就很感谢 祖神兵教授 来主持我这个时代 下面我就开始讲我的PPT 打出来给我 可以讲了 好了 我主要是讲一讲 这个密尔西街是 临场治疗与基础研究的 一些思考和一些建议 怎么走 鼠标给我 这里上 动不了 那么我想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常常在数前印的 这个CTU 能不能取代我们 这个最传统的IVU的问题 那么你先看看CTU跟IVU 它们各有优缺点 黑色的就是它们的优点 那么红色的就是它们的缺点 那确实是CTU有它的一些优势 但它有一些问题就是 多次扫描 一个负色量增加 负印高的问题 那随着这个机器的 这个 这个先进性提高 前面两个问题 或者后面可能都不是问题 那么IVU 尤其是它有很多优点 但是它有很多缺点 是吧 肠道准备啊 肠道干扰啊 是吧 阴心结实啊 这些所谓所谓 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建议大家 可能按照 EAU的指南 经营的指南 你看它 做的它 确确实都 整当的特性 是高于IVU的 它应该是金标菌 是吧 大部分情况下 可以处的IVU 所以我做的 这一般 中国的县级医院 都有CTU 那么都可以做CTU 并不一定做IVU 但有些 还有 中国还有一些地方 可能一些CT排数 比较低的 像八排的 十六排的 可能做CTU 会有一些难度 那还是可以做IVU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讲一讲 我们做 节食腔筋手术 术前抗生素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 我们常常碰到的 就是术前 培养 要培养 是阴性 要常规是阴性 这个是没得说的 我们很多医院 都有 DDD强度的规定 小于40个 DDD 是吧 那么肯定是按照 各种指南 都应该是 单一的 术前单一的 Windows的抗生素 足够了 这个是 我们不要在这里讨论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 术前药培养是阳性的 而且可以去 有敏感的抗生素 像这种情况 我们指南了一些 就是用敏感的抗生素 但是它到底用多小天 三天 五天 七天 或者 任职 以前2015年的 业佑的指南说 一定要把药培养 成阳性 治疗成阴性 所以才是可以做 做手术 那么吴文奇教授的团队 他们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前瞻 一个回顾性的 一个研究 他发现这些 药培养是阳性的 用敏感抗生素 三天 四到六天 大于七天 他做的 印上七天以上的 敏感抗生素 可以明显地感受 术核感染相关的病发症 这是他做出来 已经发了在 发了在杂志上面了 这个Infection Desease的一个杂志上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还碰到一些情况 就是 树性培养 是阴性的 是阴性的 但要常规 如果是 一个家 两个家 甚至三个家的 肯定有这些情况 那到底是硬 还是不硬 我想大多数人 还是硬的 真实的世界 很多人 尽管培养是阴性 但是尿常规 是阳性 它还是硬 但俗或硬 因为你没有 像培养阳性 有敏感的抗生素 给到你 那选抗生素的整类 大家可能是跟着 当地的抗生素的 敏感的抗生素选 就是 常硬的是 哪些是不耐药的 哪些是耐药的 所以应 到底应几代的抗生素 很不统一 是吧 那温奇堂的 他们这个文章 没有发表 那么他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回顾 他做的像这些 培养是阴性的 没有明确的 敏感抗生素 应多小天是好的 三天五天七天 他这样跟大家 整建了一下 他做的 虚构抗生素 应得越长 并应数益 就越差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疏忽发生 感染香港的 并发生 不是增加了 不是减小了 而是增加了 所以像这些 是不是一定要印 印多小天 真的大家是可以去讨论的 是吧 可以去讨论的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又不做了 那么还有一阵情况 我们往往做的 树枪培养也是阴性的 要常规也新鲜 没有什么感染 但我们有时候 筋疲肾 做出了还是要发现 感染相关的一些 并发症 或者发热 或者耀眼性 能度血症 这是为什么 我一次也想这个问题 是吧 要培养是干净的 没有白细胞 并没有感染的症状 为什么做完还会出现 大家可能忘记了一个事情 就是结实培养 因为温奇教授的团队 也做了一个研究 他发现结实培养 是这个发生 确实的肚力危险因素 所以你看一看 结实培养阴性 跟结实培养阳性 这个发热 更浓度血症 它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我一次想 徐哥这个 要培养是阴性的 也没有白细胞 白细胞是阴性的 为什么做完 还会出现 感染三冠的并发症 那就是你把结实打碎了 结实的细菌 抗生素 什么都杀不死的 它释放出了 这些累度 说这些细菌 可能压力一高 时间一长 输到血里面去了 可能照样会出现 这些要远性 感染相关的一些 并发症 这可能会解释这个原因 那么另外我们 很多结实的负荷 到底是什么来评价 我们写文章 我们也讨论会出现 这个事情 当然按照 菌确性来说 负荷的菌确性 结实的体积 是好过结实的面积 是好过结实的最大性 但确实实有很多 测量的难度 体积 面积 最大镜 体积是最难测的 是吧 面积是好一点 浑镜是的 但是现在有软件 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的是 你去看 所有的指南 到目前为止 没有说软镜 要小于两个公分 它没有说软镜 小于两个面积 那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是习惯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所以但是有 做科研的文章 它有用 附和用面积的说 但是结实体积 属于很小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留给大家讨论 我说的 对单发的结实负荷 小的最大镜 真的可以了 这多发的很复杂的 可能体积 真的跟面积 可能会紧缺一点 是吧 不会紧缺一点 这个大家可以去讨论 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PCN也好 其他也好 PCN也好 确认数针 就是小数针 你做完了这个 有没有残留结实 是吧 当然 你计划做二期的 像一个巨型结实 多发音结实 你计划给面积 要做二期的 那你不要去 小数接触 去确定这个结实 有没有残留 但是如果 你准备一起把它干定的 是吧 做完的 那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常规是 X观照一照 但是有些负心结实 或者 你B抽可能会看得到 但是徐哥 B抽 他也有他的缺点 就外生啊 血块比较多 小的结实 他也看不到 所以国外 他们经常 用一个迅行的 远行的圣经 去看一看 勾勾掌 是吧 看一看勾勾掌 甚至于很多人 你写文章的时候 他问 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中国的现实 很小于人 用迅行的远行 远行圣经 去干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 初期的时候 可能就是 这个价格比较贵 远行损坏 但实际 很多人 中国很多人 像我们真心 都是做迷离的 他的腾道只有18 那个远行的 圣经是16.5 尽管是很难 塞进去的 很难卷弯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 小口径的一些 软径 圣经 圣经 像这个 我们根本是 真的可以开发 这个事情 那实际 我们现在经常 在做一些 分台服务位 或者 阳位 结识位 这个 我们说 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 处理这个 平行展的结识 为什么 因为 它的视野 跟这个 精疲圣的视野 是相当的 是吧 精疲圣 是圣的 败才进来 逆行书原管软径 它是从圣域进来 精疲圣的盲区 盲区 刚好是 这个 这个 逆行软径的 一个 可视区 是吧 我们既可以处理结识 又可以顺便 用这个软镜 看一看 勾勾展 看是不是 真的结识度 取到了 但是 并不是 属于的软镜 这个 逆行的软镜 都可以看到 勾勾展 它也有些忙去 有些下展 这个IP9 太小 它还是 过不去的 是吧 过不去的 你看 这是一个病人 是个感染性结识 所以我们做感染性结识 尽量把每一个掌 在CB底下看到 把每一块结识 都取去了 许个不取去的 复发很快 我后面会讲到 是吧 后面会讲到 那我们是一个 分台的服务位 服务位 那么你们看 我在上展进去 这结识急诊 在这里 结识急诊 在这里 那有很多掌 可能不一定去得到 或者有 这个掌 这个掌有结识 可能掉下来 那我用软镜 一个个 把它 每个掌都看到 想要把每个掌都清除了 这个就可以清得 干干净净 可以 这个感染性结识 浮发的机会 会小得多 是吧 会小得多 那么 刚刚说了 感染性结识 为何很快就浮发 许个 一个许个是没搞得好 一个月 三个月就 又浮发了 是吧 又浮发了 它绝对 有这几种 类型的结识 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 我就不说了 不说了 那求人师在讲 它复发之前 我们一定要知道 感性结识是怎么形成的 是吧 它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原因 因为细菌的感染 是吧 那么 尤其是感染了这个 产 产尿酶的细菌 像起一遍感军 是吧 它一定是尿路感染 而且这个细菌要 产尿酶 才能形成 感性结识 所以它的机制是 药素产生了 胺 结合一些离子 它有 不同的PH值 像PH值 大于7.2 是鸟分石为主 6.8到7年之间 是碳上凌菌石 许多更高一步的条件 到8.5的时候 它有 大的结识 成成 那么不管怎么说 是吧 我们很多 陆绝星结识 它小心是在 碳上凌菌石的 沉浸跟基础下 慢慢慢慢形成一个核 现在再形成一个 陆绝星结识 所以很多陆绝星结识 绝对不仅结识成分 都是感性结识 那为什么会原因复发呢 第一个 我们干性结识 有很多是 棒阴阳的结识 我们做完之后 没有把所有的结识 都取干净 有很多是 没用CT的 做一个术后的敷查 有的时候 就做一个瓶片 肠脏准备不好的时候 棒阴阳的时候 确实是没取干净 那没取干净 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因为没取干净 它的细菌 技术在结识里存在 那么你硬抗生素 也没办法杀死结识的细菌 刚刚前面说了 它是有细菌 有没杀死 它可能就技术感染 所以没取进 这个小小的一块 干性结识 它很快有这个核心 在细菌释放这些 M-M-M-I 很快又复发 所以干性结识 要尽量取进每一颗结识 可能延传它的复发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许个说我们 把结识取干净了 是吧 为什么也还有一颗发 这是抗生素的问题 一盒抗生素没应到位 是吧 那一定要 维持尽量的抗生素 用三到六个月 一定要用三到六个月 大家要记清楚 是吧 那么一盒那时候 我没办法挣药药 没办法或者生育药 都培养不出来这个细菌 大家不要忘记 可以做结识培养 结识培养 有个时候 可以发现 它是什么细菌 对什么抗生素敏感 所以这也是 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在林肠根中的 很多 我们的外科医生 尽量是 做朽术 成了不管这个病 术后的一个 复发的问题 所以感应性结识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处境结识 用抗生素 可以做结识培养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以前讲过的 就是24小人药的 一个问题 那很多指南都说 这个高维的结识形成 复发 都要做一个24小人药 是吧 都要做一个24小人药的 代谢评估 这个确实是没得受的 这个是公认的 那我们中国应该是 可以在24小人药分析的 应该据我不完全统计 不会超过十家 那为什么造成这个 第一 就是离期的问题 第二就是这个收费的问题 收费现在 以前我们文奇告诉我 文奇教授告诉我 大概是 做一个项目 五块钱 五块钱这样说 是吧 大概不会 做一个24小人药 在我们医院 应该大概三四十块钱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 这有很多东西 要离止色谱去分析 那么它很费钱的 所以我们 实验时做 都是用实验经费者做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即使我们做 这些24小人药的一些医院 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它是用这张表 这欧美人这张表 尿肝 尿瘤 尿酸 尿聚炎 尿瘤 尿瘤 尿酸 尿美 是吧 做这个事情 是吧 就是这张表 是吧 那这欧美人的标准 我一直想这个是 参考值 正常值范围 是不是适合中国人 我的答案是 肯定不适合 我是想 当然的 因为24小人药 受到人诊 饮食 地域 很多很多的影响 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 在座的高位 中国人 亚洲人 是黄诊人 他是白人 黑人 是吧 人诊的不同 他可能真的 很多持续的东西 就不同 因为24小人 入这个饮食 的影响因素 比较大 是吧 如果你天天 吃面包 喝咖啡 跟天天喝茶 吃面条 吃大米的 排序的东西 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 在我们 中国 在叶教授领导下 我们做 这个中国流调的时候 我们就训练 做了一个 24小人药 的一个正常值范围 那么做这个时候 我们 为了很大的精力 受了 一千零五十七个 患者的一个 24小人药 那么我们 既然做正常值 我要把所有 跟这个 可能影响 这个24小人药的 一些因素 全部排掉 最后 只有255个人 纳于了分析 所以这个分析 是很小的 这个标明量不够的 所以我一次跟 徐华校长 管西大徐华校长 原来是叶教授 学生 在商量这个事 我们有必要 去再做一做 一个大样品量的 一个中国24小人药 以后我们就不要 用鬼老的 24小时的尿 的正常值范围 用我们自己的 但我在255个 真正的正常人 24小人药 你看 这是我们做去的 男性 这个尿草伤 尿菊原酸的 一个范围 女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这大 我们刚刚255个人的 这个正常值范围 跟我们前面 这个欧美人的 正常值范围 做一个相对的比较 是吧 你看一看 我随便跟大家 大家看一个数据啊 就是菊原酸 你看 菊原酸 我们建议 80%的正常人 跟他比较 都是变成了异常了 40%的女 46%的女性的正常 跟他比较 都变成异常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并不适合中国人 许个理论 他的标准呢 很多正常人 都被你搞成异常了 很多异常的 都被你误证为正常了 这个不仅打不到 这个预防的目的 而且浪费了我们的资源 是吧 浪费了我们的资源 所以我们有必要 几乎每一个指标 都是跟他比较 都是有差别的 差别最高的 我看应该是 应该是钙啊 菊原酸 是男性的 是吧 但每个指标都有差别 所以我就不 时间的关系 你看我就不说了 我一个个做了比较 是吧 另外 我们精彩地想 我们做 结实细巴的时候 细巴膜 细胞实验的时候 我们 适应的那些细胞系 是否正常的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 那 不管你拿一个 累的死板也好 这个plug也好 这个筛子也好 它形成的部位是在 这个 恒死磐这个部位 是吧 是在这个部位 是吧 那我们所有应的 细胞 都不是这个地方的 HQ是静当的 这个是 也是静当的 这个是 集合管的 M1是静当的 每一个人用到这个 恒死磐这个细胞来做这个事 所以我做的 别人在这个地方发现 您这个细胞 系列证明 那不是 是不是有一点 不后这个规矩 是我们 是不是要做一个 这个细胞系列 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更贴近 临床 是吧 贴近临床 这是我想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 头高峰文章来说 每个人都在 阿根尼的 结实 动物模型的问题 是吧 那我们有很多很多 像大鼠 我们怎么说 小鼠怎么说 卷鸡鸡怎么做 而且果因怎么做 是吧 果因怎么做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不管您任何东西做 都不是贴近临床的 特别是 大鼠 是吧 第一 成分 是吧 那我们喂出来的是 草上盖的结晶 是吧 不是结石 而且很多结石的核心 都是淋上盖 我们不是 那最后就是喂资 我们很多结晶 不是在这个 这个水质里面 它是在 生的石质里面 是吧 这个大多数结石 内的拌也好 plug也好 现在水质里面 想要这个 到集合器管 是吧 那么照模的方式 很多都不喂 就扶向你们打 是吧 那结石大多数 是通过影视 这个东西造成的 所以 我们 在座的同道 有必要 要建一个 更符合 人的 生结石的 过程的一个 动物模型 真的 这是我们 也做的一个事情 如果做出这个事情 可能 对我们的研究 可能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我们结石 也有机制 那我经常跟我的研究生 他们开玩笑 不管你什么机制 是吧 做来做去 都是最后 到了养发应激 是吧 那养发应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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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未来 是吧 帕斯未来 最后 有没有新的东西 做一做这个东西 做了几十年 我做的 这个应该是 佛罗里达州 那个 口汉 一个 巴基斯坦 仪的一个教授 做了一个 他为这个 做了这个东西 那我一直 在想一个问题 养发应激 应该是个 全新的一个 一个 一个反应 那为什么 得结石 是吧 是大多数病人 是一个 胜德 不是两个人 胜德 那按照他们的 说法就是 养发应激 把这个 胜德 上面细胞 省下了 然后加上 有高的草双 或者是有 一个核心 那么粘上去了 这 集合 结合 就 就搞成 一个结石了 那为什么 这个养发应激 只省下 这个 一个胜德 上面细胞 另一个胜德 它就不省下了 是不是 我说要么 就是这个 机制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 我们还有很多 未知的东西 没有发现 反正 我真是想 这个东西 可能有问题 不可能靠 这个机制 来结石 结石来形成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个 有个博士 它是 极大的 是吧 它在另一个途径 来说一说 它这个结石 是不是跟生物的 抗泛 有一些 矿泛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 有些问题 是吧 有一些问题 所以它在另一个视觉 做这个东西 是吧 可能会一些新的东西 是吧 可能会一些新的东西 好吧 对 这次它做了一些东西 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好了 谢谢大家 感谢这个 曾院长精彩的 收购 曾院长很多 这个 曾院长团队 很多这个研究观点 是引领了中国 捷水的预防 整档和治疗 至少在我们 湘南医院 这个 陈沃淳老师 这个捷水团队 包括他的技术研究 都是紧跟着 曾院长的 这个 技术研究 这个团队在走 包括我们这个 刚才曾院长 这个讲的 这个 苏前的这个 药培养 传说的是 我们湘南医院 泌尿结石团队 是和这个 曾院长的团队 是一模一样的 我想确实 曾院长的研究 引领了中国的 泌尿结石 在以后的 尤其是 结石的预防 我想还有很多 需要向 曾院长团队 进去学习 这是 很重要的 就是 什么疾病 都正在 又好 如果没有病了 那么更好了 治疗 诊断也好 治疗也好 我相信 这个医生 没有事情干 是最好的事情 那么我看这个环节 我们超时了三分钟 这个不是曾院长 讲过超时了 因为从前面开始 就开始超时了 那么考虑到下面 还有很多 这个大咖的演讲 那么我们 这个环节 如果大家 没有很重要的 问题需要 和曾院长探讨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话题 交给下一个环节的主持人 好像是我们这个 刘海招 运动 有运动 把话题就交给你了 好的 虽然这个安排 我的这个时间段 是一个英文的一个介绍 但是我想呢 还是用中文的 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呢 确实造成了很大影响 现在大家见个面呢 确实也很不容易 包括我在武汉呢 待了五十多天 因为这个疫情呢 也没有机会 去和一辆全界交手 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说呢 也希望这个疫情呢 早点过去 他们能够在这个线下呢 这个愉快地相聚 那么下面我就开始 我的这个英文的主持人 这个介绍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and experts Good morning I am Dr. Nhu from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host this part of the academic activity We are pleased to have Dr. Raymond Park urologist of the Mayo Clinic to give us a lecture on unprojected cancer treatment highlighting flexible in the school First let me introduce Dr. Park Dr. Park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harmacy and medicine at Mayo Clinic for the doctorates in pharmacy and medicine He is specialized in Madeleine by the laparoscopic robotic and endoscopic surgery Now he serves as associate medical director in regional provider office Mayo Clinic enterprise Southeast region and is responsible for charge of expanding the U.S. Southeast region for Mayo's referral market especially in the Southwest as well as developing and executive strategies to increase patient demand for destination healthcare His research are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deliver biotensurgical and medical care to patients Dr. Park has also numerous period of course both Dr. Park Dr. Park 所以抱歉 呃 然后我的中文也不是很长 所以我我可能讲英文比较好 赶时间 那我现在那个PPT是不是要我放 是不是要我我放那个PPT 是的 需要你共享你的屏幕 你们能看到我的PPT吗 可以看到 可以可以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OK好 好 那我今天讲的事情就是那个用软镜 to manage the upper urinary tract E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I think I'm switching gears because you guys have been mostly talking about stones I practice currently at Mayo Clinic 在那个佛罗尔达州 我们有三家大医院在美国 我现在在佛罗尔达 现在佛罗尔达的那个COVID-19 纽约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现在有很多cases在我们的医院 我常常跟那个普胜 帮他们 给他们 里面试试试 around the US for their ureteroscope their disposable scopes I'm a regular speaker for them So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era where we can manage urothelial carcinoma of the upper tract in a completely endoscopic or minimally invasive fashion from diagnosis treatment to surveillance we can perform ureteroscopic or PCN as well as when the patient disease progresses we can also offer liparoscopic or robotic radical nephro uretorectomy so as urologists who treat diseases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fashion this can be certainly managed this way we know that uretoroscopy has expanded from a procedure of diagnosis to treating multiple and simple conditions and and especially large stones and tumors uretoroscopy worldwide is becoming the first line treatment for urinary tract stones and we've seen this dramatic rise in multipl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simp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s better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support this practice and also the widespread training available for 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 so this is a graph to show an example of course on this graph includes the US and the western Europe and canada and brazil china's not here but i think the trends are also increasing in china as well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 operative times because we're doing more complicated procedures with ureteroscopy we're also seeing that every case is becoming more more expensive because we're using more tools to perform these procedures so today's talk i'd like to help share some ways to optimize your surgical environment and team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some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make your procedures very successful to treat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really to review some of the current techniques to perform this and some of the data to support the role of 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 for upper tract cancers so really when it comes to work and equipment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 hospital has access to some of the basic tools that you'll need to perform this procedure successfully obviously you'll need a rigid and a flexible ureter scope you'll need controlled high pressure saline irrigation in my practice i prefer to use the dual wavelength laser with homium and neodymium laser energy to perform treatments but you can certainly just use homium laser and also i think it's also wise to have a two french bugbee electrode which is just electrocautery to be able to control some bleede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manage al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access to devices that help you sample tumor such as piranha biopsy forceps flat wire baskets and then it's important to have reliable pathology to allow you to diagnose patients whether they have low grade or high grade disease and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 pathologists are capable of cytopathology and cell block capability to increase your diagnostic yield it's it's also important to coordinate with your anesthesia team the anesthesia team is critical in controlling tidal volume and breath rates and providing paralysis during upper tract cancer treatment also for very difficult cases sometimes it requires a period of apnea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coordinate with your anesthesia team so that you can provide successful treatment the other thing to consider is that in this work environment because these procedures are getting longer and more difficult our hands are also prone to being injured we all perform flexible ureteroscopy and it's very possible over the long term you can develop a lot of health problems for the surgeon in fact i was involved in this paper where we did some research that showed that a good portion of endourologists who perform uretoscopy have a lot of hand problems and we found that the people that had the least amount of problems are the people that use the scopes withintuitive deflection where up is up and down is down and i'm not sure what the preference in china is but certainly in the us i think the majority prefer the intuitive deflection we all know that digital endoscopy has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see however it's also very helpful to have fiber optic scopes because of the durability i think digital scopes are very expensive and i think that has to be taken to account of as a tradeoff for better visualization we also know that some companies allow us to provide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y to see tumors better such as narrowband imaging and the stores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system we also have photodynamic photodynamic diagnosis available and we also have some other technologies available more in the research setting such as confocal light microscop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 help with cy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in real time during uretoscopy we all know that flexible scopes are becoming more capable and moremaneuverable one of the scopes i'd like to point out here in this demonstration shows that the pusen scope as you're familiar with from china is quite flexible and helps us to maneuver into very tight calyces where sometimes tumors can be difficult to locate and not just stones but here's an example of the demonstration against a storius flexx2 we also know that the we also know that with some of the flexible scopes when we insert baskets or lasers deflection can be limited but nowadays we see less deflection limitations we know that single use scopes can be quite useful in situations and cost effective at least in united states we know that boston scientific was one of the first companies to introduce the single use scope and pusen was the second company company in the us to come and a significant cost reduction compared to boston scientific we are seeing som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pusen scop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mply for the fact that the scopes are made well and they're cost effective for many centers it's also important to know what kind of instruments you have available for you to biopsy and sample tumor i think you know the basics that you should have in your hospital include a piranha biopsy forcep and a basket of some sort preferably a flat wire metal basket would be advantageou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ll that also have access to bigopsy made by cook medical which is backloaded and mostly used in the ureter of course laser selection should include a smaller fiber so you can perform flexible uretoroscopy such as a 200 or 273 fiber sometimes a 273 is preferred because of the wavelength of the energy laser energy can degrade the fiber optic tip the laser tip again as i pointed out before i do like the dual wavelength laser that combines homium and neodymium the reason why i like neodymium is because it provides deeper depth of penetration to destroy tumor ensure tumor destruction at deeper penetrations of five millimeters but it also provides excellent hemostasis these upper tract tumors can be quite bloody and vascular the homium of course is excellent in ablating and destroying tissue and again a two french bug the electrode is very helpful as well i think i predominantly use ureteral axus sheaths for these cases when the tumors are in the renal pelvis to reduce intrarenal pressure but also to reduce the risk of tumor seeding from the e upper tract into the bladder i reto access she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mmonly used for stones and i think i'm not sure what the usage is like in china but it's quite you used oft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ther thing to consider is optimizing your visualization with high pressure irrigation now keep in mind that you do have to watch how much pressure you apply because for the fear of tumor seeding in the setting of cancer however with combined with the sheath that allows flushing out of active bleeding to optimize your visual field this can be some cost-effective 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new device called the thermodex computerized irrigation system where it allows you to adjust your flow rate it provides fluid warming through the machine and there's no interruption and flow when the bags run empty it's a seamless pressure system so it makes it easy for the nurses to reload your system when it's low and fluid without interruption to the surgery i like this system because it does provide reliable and controllable flow and irrigation now when it comes to to support ureteroscopy for upper tract cancers the aua has very limited guidelines available nccn has limited guidelines available as well but where we see the most extensive guidelines is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 and in fact these are the most updated 2020 guidelines and it shows that for low risk upper tract cancer ureteroscopy or 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 is certainly a selection of choice when trying to preserve kidney and also to to perform biopsies we also know that location of the tumor it no matter if it's low risk does not matter renal pelvis calyx distal or mid and proximal ureter all supported by eau guidelines we also know that at le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creasing the education of urologists with lynch syndrome it'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to recognize as it is a dna mismatch repair defect and quite commonly can be seen in patients with upper urinary tract cancers es especially if they're a younger age if there'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is in the family and certainly this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urology so how do you diagnose biopsy and treats for the next few slides let me just show you some techniques to consider when performing upper tract cancer management we also we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no touch technique and this was written in the hinman's chapter of surgery where i was a shared chapter with dr demetrius bagley who trained me and we talk about a no touch technique where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put any wires blindly up the upper urinary tract when working up these tumors or treating them because the wires can cause bleeding in itself but we also know that visual diagnosis can sometimes be adequate and don't always have to sample for pathology because visuals visualization can be quite reliable but you if you can sample tissue it's always important to get as much as you can for the pathologist to make an accurate diagnosis and really in these cases sometimes your first look maybe your loss because the risk of bleeding can be quite significant and sometimes as you know when the bleeding is very heavy it's very difficult to visualize and sometimes you have to stent and come back another day so as i said before visualization can help lead to diagnosis urologists are about 71 percent accurate in diagnosing low-grade cancers and eighty percent accurate in diagnosing high-grade cancers and and so we know that we can be quite reliable visually we also know that we do need to sample tissue and you can aspirate cytology for specimen you can also use the small cup or basket to grab tissue we can also use brush biopsies and cell block to improve your diagnostic yield if you're having trouble getting tissue specimate here's a very simple schematic from the chapter that shows just using a biopsy forceps such as a piranha to grab tissue in the ureter quit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here an example of how you would use a basket preferably a flatwire basket on a tumor in the ureter and the key here is to not close the basket completely as this will cause you to lose the tumor through the basket as if you close completely and it's also important to remove the scope with the basket entirely out of the collecting system to make sure you get the tumor specimen this demonstrated in this picture on the right here's an example of an endoscopic retrograde where it shows a large filling defect in the renal pelvis and this is the visualized tumor under your ureteroscopic visualization and here's an example of a staged manner where you use the laser ablation and then the neodymium laser to perform hemostasis and then the end result is completed treatment of the tumor base here's a before and after retrograde to ensure that you didn't miss any of the tumors and to ensure that you did completely eradicate the cancer here's an example of a video where there's a patient with extensive upper tract cancer in the collecting system in the renal pelvis and you can see that it's pretty diffuse i would say this is most likely consistent with high-grade cancer and here's an example of a piranha biopsy forcep because of the flatter nature of this cancer the biopsy forcep was preferred over a basket you can see that you can get quite a bit of tissue yield with the piranha biopsy forcep and then this is using the combined dual laser this is application of neodymium to coagulate and devascularize the tumor as you can see it's quite bloody but the laser is effective in causing hemostasis and this is the homium the homium is great at knocking off the tumor and you can see it releases a lot of tumor floating debris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e sheath to drain all the tumor out of the collecting system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tumor in the ureter now ureteral tumors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if they're located over the vessels due to the very delicate nature of the ureter and the thin wall it's very careful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amount of laser energy that you apply to the ureter i limit the amount of neodymium in the ureter because the depth of penetration is five millimeters so you can really cause a stricture i generally use a lot of homium in the ureter but you also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perforating or puncturing from the ure here's an example of a tumor that's has been completely eradicated from the ureter and when you perform surveillance of this usually it just has a blanched appearance look so we can also do this for large upper tract tumors and this is an example of somebody that we did manage a solitary kidney and you can see that we had to take this patient back about three times completely ablate and destroy the upper tract tumor and you can see by the retrograde progression of the success of this patient now we know that there are contraindications endoscopic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with high grade disease inaccessible cancers and extensive with large tumors high grade this is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 controversial because when you have patients with solid ulterior kidneys the only other option is dialysis s sometimes patients will opt for endoscopic laser management so these are examples of high grade cancers that are diffuse and too large again another example of a diffuse involvement that requires radical for ureterectomy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calyx in the upper pole that is inaccessible to uretoscopic methods and sometimes percutaneous procedures can be considered for this situation here again multiple tumors in multiple locations in the upper tract and the uretor again you may want to reconsider 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 for these patients so we all know that patient selection determines our success tumor size grade location and stage and of course extent and frequency of recurrent can all really affect the outcomes of our patients management we know that tumor size can lead to increasing tumor size can lead to higher rates of recurrence of cancer lower rates of tumor free status and so we need to consider when tumors are large we also know that high grade tumors are not well managed endoscopically and that's why you may need to consider radical niferode ureterectomy this is an outdated table however it does show that for quite some time we'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endoscopic management uppertrack tumors can be quite successful from a cancer standpoint but also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reservation of renal units and function and avoiding dialysis with relatively long-term follow-up we know that patients with increased risk of recurrence are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disees abnormal cytologies and follow-up patients with multifocal tumors and patients with tumors in the renal pelvis are more prone to recurrence and of course patients who have recurring bladder tumors as a subsequent in follow-up can be suspicious for increased recurrence of upper tract tumors so we also know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 can be quite cost effective for managing upper tract cancers in fact a study that I was involved and we looked at maintaining or calculating the cost of keeping a kidney for five years versus removing it and dialysis and we found that the cost of management endoscopically was in the lower spectrum and then if you look at the upper table the upper line that was a cost for a laparoscopic nephro erectomy with fistula formation and hemodialysis so you can see that endoscopic management can be quite cost effective as well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just received approval of a new topical agent to manage upper tract cancer and it's called gel mito or mitogel which is essentially mitomycin in a gel polymer this gel is a reversible polymer so essentially you inject it when it's cold and when it's cold it's liquid when it hits body temperature in the body and warms up it immediately becomes a gel and over the period of several hours the gel will wash out as it continues to stay in the body so this was the Olympus study that was recently published in the lancet oncology I was one of the authors for the study and Mayo Clinic was certainly one of the sites that contributed patients for the study this study led to the approval of the mitogel for upper tract cancer so the United States is currently $20,000 of treatment I am about to enroll my first patient next week we're having issues with payment because it requires six treatments times twenty thousand per treatment so that's a hundred twenty thousand us dollars for one patient to be treated with this mitogel so as you can imagine we're having difficulty enrolling patients due to insurance coverage issues so in conclusion I think retrograde intravenous surgery for upper tract cancer can be effectively incorporated by urologists with the proper equipment and training I think instrumentation is critical and it also determines your successful outcomes I think guidelines fully support the role of for RIRS for upper tract cancers and patient selection is the key to oncologic success in these patients it can be cost effective and I think in the future I think you'll potentially see topical therapy options for upper tract cancers thank you and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thank you okay OK 可以提供更新的效果 提供更新的效果 再次再次提供一下 Dr.Pak 非常感谢 Thank you Dr.Pak Thank you I have a question Can you share some experience You are using Poussen flexible endoscope Yes In our center We have used Poussen many times I have to sa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ope has surprised many of the urologists at our hospital For something that costs much less than the Boston scientific scope We have been quite impressed with the performance I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burden On our nursing and hospital staff To clean and process the scopes On a routine day We can do about you know 15 ureteroscopes between two rooms And oftentimes limitation is the access to the scopes So having the disposable scopes is very helpful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scientific scopes They are about 30% to 40%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Poussen scope So a lot of hospitals are trying to be cost effective So the Poussen has been an excellent option for us to be cost effective But also offer a disposable scope So we've been quite impressed Okay thank you So any other questions? I have a question I have a question Do a lot of urologists in China Perform endoscopic laser treatment for upper tract cancer? In my appearance We do this kind of suffering very very little So I think it's very I think the survival of the kidney is a big problem And it's very cost The cost is expensive about the surveillance So So Do the bar Actually in In China For laser for TCC UTUC is not too much Not too many cases for this So But I Every year In our department Maybe five Maybe five cases For laser UTUC But sometimes I I meet some very special situation For example For this Tumor is in the low calyx No calyx But because of IP angle is too Too small Too skewed You cannot reach the low pore For this case How to do For example this case It's a solitary cataly Sing a cataly And with For this No pole Tumor Every angle is too small Flexible Euroscope cannot reach this Location For this case How to How to manage it Yeah s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Fortunately nowadays We don't see that problem too much I think the scopes Are Pretty good Now Of course you can perform CCNL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to perform PCNL on upper tract cancers because of the risk of tumor seeding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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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you hear me okay Yeah I can hear you Okay so Okay But the one thing I do recommend when you can't get into the lower pole because of a laser fiber Is you can actually use the two french bugbee electrode that thing that that can allow it doesn't cause too much scope You don't lose too much deflection So you can use the bugbee electrode to flex in So you know I would say that instances is not common but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I yeah sometimes we have to perk Sometimes we have to perk or you know do a robotic partial nephrectomy I think this is good Good idea But for sometimes you do PCNP procedures for this tumor Maybe Pressure is too high Maybe Sometimes this is This tract maybe cause the metal Seating Tumor seeding Tumor seeding Tumor seeding maybe This is a high risk Maybe for this Very high risk tumor Maybe cause the tumor seeding Yeah do you think so I admit this Yes sir Yes you know In my practice and Dimitrius Bagley We never really performed PCNL for upper tract tumors Now I know Arthur Smith Art Smith does a lot of PCNL for upper tract tumor A lot But he he also taught Art Smith talks about a lot of tumor seeding recurrence Cancer recurrence in the retroparame Okay Maybe next time I find the opportunity to invite you to challenge Show you this technique to everybody Okay Thank you I have the same idea Thank you Now that we thank you again Dr. Park And thank you all the experts Now I will give you the time to our next guest It is my friend New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宇杰教授 Now I will invite you to王宇杰教授 大家好 各位在线的泌尿外科的专家朋友们 大家好 曾院长好 牛院长好 那么下面的一节的讲者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们全中国泌尿界的能工巨匠 我们的泌尿专家刘崇晓教授 大家知道刘崇晓教授 几十年来致力于推广和应用等离子前列线来出售 那么恍如昨天一般的大家还记得他曾经被邀请到了EUA峰会厂去演示 他用一杆简单的等离子电切镜弯下了一个巨大的前列线增生的一个增生线体 然后把它装在了一个瓶子里 给我们中国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刘崇晓教授在腐腔镜治疗泌尿系肿流 尤其是前列线癌肝胖癌 以及腐腔镜整形手术方面 为中国的泌尿外科医生都展示了很精湛的技巧 和传授了很多的记忆 那么刘崇晓教授确实是一个能够巧教 你们看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输尿管软镜 一般的多数指南和大多数的泌尿外科的专家们都推荐 它用于小于两个厘米的烧尿路的 尤其是剩余出尿管的结石 也剩余盛展的结石 那么是大家普遍推荐的 那么刘崇晓教授他就不甘寂寞 他准备用这个有很多局限性 比如说这个镜子很长柔软不容易操作 指向性不好 他的通道因为是现在科技能力的不足 比如说摄像头能不能做得更小 近期的工作 working channel是能不能更粗 那么我们的能量设备能不能能量更好 那么在这些技术条件还都不完备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两厘米以下结石是他的最好选择 那么我们的刘崇晓教授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并得到全世界范围的普遍应用 也终于来到了我们中国市场的 古made in China的普森 刚才上一位外国教授讲 普森是在美国第二家做数尿管软件 第一个就是波斯登科技 那个波斯登科技的机器人 使我们惊讶万分 那么我们相信普森的这个树尿管染性在北美市场是第二家 那么中国市场它也不是第一家 但是我相信能在全世界方面的广泛应用 到了中国我们以曾院长为代表的一众泌尿外科的绝食专家 也会把它用到了出生如化的地步 那么刘教授今天就想用这个小巧的镜子 来挑战泌尿系的部分或者完全露脚结实的治疗 那么下面就有请我的老朋友刘崇晓教授 感谢王准的介绍 在这里呢我想先代表刘准向会议道个歉 因为今天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党代会召开 那么刘准作为医院指定的专家 他必须出席党代会 所以他也很遗憾不能参加这次会议 他也委托我我是兔江医院的外科的陈斌生医生 委托我向正院长向各位现场的专家教授 很好 那么今天就由我代替他汇报他的题目 这个输尿管软禁能否处理巨大的这个胜结石 我们知道这个胜量软禁处理这个胜量大结石的话 是每个做软禁的这个专家都想实现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他这个软禁更加微创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画面全屏 那么说那个软禁能不能够处理巨大的大结石呢 它是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它能不能高效的安全的 同时保证一个较低的结石清除率 那么这个这是我们 MinaWiK想达到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那么实际上在1990年 日本学者ISO 他就已经用 比较初代的输尿管软禁 来处理这个胜柱形结石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果 他的结果的话不太理想 他用这个弯曲度只有160多度的这么一个软禁 来处理这个柱形结石 那么他的结果是 结石清除率呢 仅有50% 那么说后呢 有50%的病人发热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他的原因 他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他的软禁当时属于发展初期 随着软禁的可达性差 他不能像现在软件一样 肯定和他到达胜上的各个窄 再一个呢 他当时这个器械选择 还是这个夜电碎石 可能用比较细的这个碎石杆 保证一定的弯曲度 但是他没有高效的这个激光 所以说他这个碎石 这个效率也不高 再一个的话 他的树中的这个生云压控制也不好 所以树后病人的这个发热率很高 那么这个作者他也认为 在他那个年代 由于器械的限制 那么这种软禁来处理 这个胜质型结石的效果 不是很理想 他希望随着以后器械的发展 激光的发展 那么能够实现 用软禁来处理 巨大质型结石的这么一个愿望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软禁从90年代 分成到现在21世纪 那么软禁由单向的弯曲 变到双向弯曲 130度到170度 到双向弯曲270度以上 那么由纤维镜 过得到电子软禁 再过得到新型的高分子材料的电子软禁 再到今天 我们有很多厂家的一次性软禁可以使用 那么实际上这里有一个 2017年的这么一个中述 它列举了目前 事实上主流厂家的一些主流软禁 我们可以看到 咱们珠海普城的一次性软禁 作为一个国产的 这么一个一次性软禁的品牌 也列了这张表 与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厂家进行同台PK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随着技术的进步 那么现在的软禁 无论是复用的 还是一次性软禁 它的口径呢 都可以做得比较小 一般都在6到8之间 比较小的口径 那么双向弯曲的角度 一般都是在270度左右 那么这样的软件的话 它极大的方便了 这个MinaWire K-E生 来做软禁操作 那我们可以到达更多的剩余的展 可以处理更多更复杂的结石 那么我们对软禁的这些试验症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EAU的这个指南 它对于结石大于2公分 刚才王主任也说过了 对于大于2公分的肾脏的结石 它的首选的治疗方案 它是推荐PCN 那么软禁不能处理 大于PCN的结石呢 那么指南达认为 在这个病人 它既不能采用PCN 也不能做体外震波的情况下 那么你可以用软禁来处理 大于这个2公分的结石 它把软禁处理大结石 做一个备血方案 那么有一些学者也认为 软禁它处理 其实效率比较高的话 那么最大的话 它认为是1.9个厘米 也就是不超过2公分 它认为处理这样的结石的话 软禁是比较高效的 那么它认为 这个最大的 它能够接受的 这个结石的大小呢 它认为是3公分 所以说即使在目前 我们的这个碎石的器械 激光 火激光 已经发展到 可以做出200m的光纤 那么我们可以做出很多 很明巧的一次性软禁的时候 那时候指南和众多学者 仍然认为软禁处理 脚大的结石的时候 至少是比较吃力的 不如这个金币肾 只在那么强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软禁的这种 微创性和安全性 已经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承认 但它的侵蚀效率呢 凡是做过软禁的专家 可能都对它有深刻的认识 那么它的原因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软禁自身的因素 一个是软禁碎石侵蚀的方式 再一个是软禁手术并发症的管理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因素 软禁的因素 那么 这个文献证实 这个软禁的视野越清晰 它可以 把这个碎石效率 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图片 一个是纤维软禁 一个是电子软禁 那么这个电子软禁的视野呢 它对医生来说 就明显要友善得多 因为由于纤维软禁成像的限制 虽然说 新一代的纤维软禁 对这种 这个像素点的这种优化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长时间 盯着纤维软禁进行操作 速着就会出现 容易出现视觉疲劳 那么处理这个柱形结石 由于这个手术时间要长 所以呢 我们使用电子软禁 它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但是实际上 传统的复用的电子 复用的软禁 无论是电子禁 还是纤维禁 都非常容易损坏 那么电子禁 大概有几十万亿条 那么吸引进也不便宜 就相当于我们驾驶的一辆 价格不菲的跑车 在路上才跑几次 那么这车就撞坏了 那么这个的成本就比较高 可能有一些单位 他购买软禁之后呢 他会购买 买一个软禁的保修服务 这个在短期内 可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实际上文件调查 表明 这个软禁一旦 出现故障 进行维修 那么他 他下一次的维修 这周期呢 会明显缩短 越修到后面 这个禁止越不好用 那么造成软禁损伤的情况呢 他主要是 这个软禁的舌部 就是主动可去部的损伤 这是损伤发生率较高的部位 那还有一些光纤的物损伤啊 这个输软管外皮的损伤呢 那么这个原因呢 都和长时间的弯曲 和被动弯曲过久 和极限弯曲 和这个输软壳的 非正常刮叉都相关 而这些长时间弯曲 被动弯曲 以及天弯曲 和以及与这个翘的 非正常刮叉 在我们做肾脏的大结石的时候 都会经常用到 所以说如果我们用 常规软禁来处理 巨大的肾结石 那么很多时候 就会造成这个软禁的损坏 从经济上面 效益上面考虑 从这个 性价比考虑 很多单位呢 他是不太舍得 用这么传统的服用软禁 这个容易坏的软禁 去处理巨大结石的 他是非不能眼 不舍得眼 那么我们的几个方案呢 我觉得现在新出来的 这个新型的一次性软禁 是一个很好的解决 这个禁止容易损坏的 这么一个天下方案 因为最新的普通的一次性电子软禁 它的静向的清晰程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亚于 我们常规的服用电子软禁 那么这么一个清晰的视眼呢 就会给素者提供一个 良好的操作的素颜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结石被人组织 这个做起来的话 眼睛也不容易疲劳 提高工作的效率 再一个呢 一次性电子软禁 它的可达度 我认为高于服用电子软禁 因为做这个一次性软禁 它没有这个术后 维护保养的这么一个要求 所以说在处理一些 比较难达到的展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IPA角 比较陡峭的下展的时候 那么一次性软禁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 做出一些极限弯曲 甚至一些被动二次弯曲 我们可以把这个软禁 从窍里面过伸出去 利用这个剩余臂 利用伸展臂 这个压迫这个软禁 让它造成一个 比它正常的渠度 更加趋的这么一个角度 甚至是再次变形 有些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个 服用软禁所不能看到的地方 提高我们这个碎石的可达度 那么这种这些双向弯曲啊 二次弯曲极限弯曲 服用软禁 传统服用软禁并不是做不出来 而是一旦做出来之后 那么这个镜子 等你手做完 拿出来一测透 可能就漏气了 或者是发生这个 比漏气更加厉害的 这个故障 我们知道 陡峭的IPA9呢 它有时候是一个造成 软禁损害的一个影响因素 这个已经文献证实了 所以说 利用一次性电子软禁 它在结实的可达度上 它要高于传统的服用软禁 目前我们做软禁 它的碎食性质方式呢 主要是粉末化结实 让病人术后被动排食 或者是把结实碎块化 术中医生用网栏进行主动取食 这是两种 目前软禁处理结实的主要方式 那么有学者对这两种方式 进行了这个对照研究 那么发现了这两种方法 在手术的成功率 就是结束清除率 以及手术时间上 没有太显著的差别 由于目前 这个激光碎食的效率 那么也决定了 这个用激光来 侵蚀的时间呢 会比较长 那么我们做一个 大概1.26 这个直径的结实的话 它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 当这直径增长到2.16的时候 那平均手术时间呢 就接近两个半小时了 那么这个 传统的碎食清食的这种效率呢 就比较低 特别是现在 这个火激光 它仍然作为数量管 碎食激光器械的精密标准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只能使用200到300mL的光纤 那么这个碎食效率比较低 面对较大的结实 那么手术时间 必然过长 虽然说软镜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术 但是过长的手术时间会导致 生育的时间 生育压的增高 我们看看这个软镜的密报症 那么实际上 软镜术中 它的水吸收 我们觉得好像有方的水管管壳中的水 可能吸收不多 但实际上 它的水吸收可以达到500毫升以上 而且这个水吸收呢 是在软镜手术中 一般是没有血管开放的 它是生育压增高之后 导致的这个肾脏的水吸收 那么这种高压状态下 引起的水吸收呢 就容易导致术后的感染 甚至浓足血症的发生 这些都是软镜的一些并发症的图像 虽然发生率不是很高 但是显然过长的手术时间 是导致软镜肾源压增高的主要原因 这也就是软镜处理 巨大的肾结石的一些局限 那我们解决方案呢 是引入这个剩余的 测压和灌注吸引系统 那么这些智能的 测压灌注吸引系统的话 它可以实施监控剩余内的 剩余压 那么可以保证树中的剩余低压 做到安全 同时呢 它通过这个电脑控制的负压吸引 那么手术者可以在树中通过 这个树脑管窍 主动的进行吸引排石 那么这个主动吸引排石的话 就可以把结石碎块化 类似这个筋批剩这样的 主动排石方式 可以极大的提高软禁的侵蚀效率 这个手术呢 苏中如果患者摆出一个奔跑位的话 那么它的剩余出口 处于这个身上最低部 那这样的话也有利于 负压进行主动的侵蚀 这是刘春孝主任前段时间做的一个病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右肾的柱形结石 这是一个路角结石 那么它的结石性积值呢 倒不是很高 800到900 比较适合碎石 那么刘主任采用这个 一致性电子普通软禁 结合刚才我提到的这么一个 电脑控制的智能的负压吸引 关注系统 那么在两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结石呢 就粉碎了 这树后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结石的清除 还是比较利而满意的 而且病人树后会很快 树后我们给他查了许常规许生化 几乎二术前没有任何变化 这也是手术中负压吸引 带来的这个安全的保证 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新一代的碎石激光呢 正在做临床研究 那么现在激光它有更细的光纤 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 静止的可达角度 同时呢 它的功率更大 脉宽更广 头端的选择更多 这些都可以保证 碎石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此外呢 多个文献也提到了 这些负压吸引系统呢 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那么随着软禁的和负压系统的进一步改进 以及手术机器人的进行应用 那么它将极高的提高 极大提高的软禁处理 肾脏大结石的效率 那么最后 利用软禁来处理 利用自然枪调来处理大结石 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目前一次性软禁 加负压吸引关注系统 是为我们处理现在的这种肾脏大结石 提供了一个实际可能 那么随着系统的进步 虽然软禁的技术 将有更大的舞台 谢谢大家 谢谢刘冲晓教授的代言人 那么因为医院的一些行政问题 我们中间的刘冲晓教授 就今天没有能清零视频跟大家讲话 但是从刘冲晓教授的团队里 这一系列的幻灯片里大家知道 那么输尿管软禁在目前形势下 以及碎尸能量设备 在目前的局限形势下 它并不能够使我们去做一些超出指南 甚至超出常规的极限手术 但刘冲晓教授就别出心裁 也不叫别出心裁的 就是说利用其他的设备来辅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用这个 有很多局限性的数量温染 进击能量设备 情况下辅助一些剩余的侧压 以及盥洗以及吸引设备 来帮着我们完成一些比较大的结石 那么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功率 和更好的侵蚀率 以及关键是使我们的手术的安全性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刘冲晓教授的团队 那么下面看各位听众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刚刚也看到曾院长应该很在 我们敬爱的曾院长团队 都坐在了他们的会议室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相信曾院长也是会愿意给大家解答的 后台 我们的后台动作慢 那么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邀请下一段的主持人 也是我的老朋友 来自重庆一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唐伟教授 大家好各位老大 各位大boss 小boss 各位朋友 好久没来 来来来 我刚才没看到你 好久没见 大家好 因为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软镜的发展趋势 因为这个苏聂湾软镜 对我们来讲 尤其西部地区也是个新东西 我们大概是从2007年开始 做软镜 也经历了这么多十几年 然后我今天呢 复习一些违线 然后最主要的是 给大家推出这个普生 普生的一次性软镜 下面我开始我的这个题目 就是说苏聂关软镜呢 就是年代开始 大家一直在争论 争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是从自然腔道 好呢 还是做精疲深境 然后治疗双尿路最适合 所以有两块观点 两块观点一直在发展 我们精疲深境 开始做从大通道 标准通道到围造路通道 然后呢 技术在进步 然后设备也在发展 然后我们的苏尿管软镜 也是从了 经历了苏尿管的硬镜 然后经历了更细的苏尿管镜 然后经历了我们的 苏尿管的纤维镜 可拆卸的 组合式的苏尿管镜 苏尿管软镜 到电子苏尿管软镜 到目前的一次性 电子苏尿管软镜 所以大家一直在PK 到底呢 这两个东西 谁好谁坏 所以各方有不同的观点 就是说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苏尿管软镜 我们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当然最早出现的纤维苏尿管软镜 其实纤维苏尿管软镜 是我们上尿路 结石治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 一个东西 让我们这个可弯曲的苏尿管软镜 纤维苏尿管软镜 让我们了解了 肾余的结构 肾展的结构 大家开始摄入这个领域 但是呢 纤维苏尿管领域 纤维苏尿管软镜 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耐用性 就是说我们的成本太高 大家为了保护 为了重复使用 想当然的 就开发出了一款 可拆卸的 组合式的软镜 在这个纤维的 纤维镜 我也再加一个软镜窍 软镜窍呢 希望能把这个软镜保护 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使用次数 后来发现 这款镜子呢 我们的操作 然后给我增加了 我们手术的难度 后来又出现 全软镜 还有我们中国 当然虾尿管软镜呢 它的出现 就是我们代表的 就是奥林巴斯的 像P6 P5 对吧 它当时也风靡了 好长时间 但是虾尿 虾尿管软镜 最大的缺点 就是说它特别容易毁坏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觉得还可以 但是近期反复弯曲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消毒过程中 或者我们碎尸过程中 光纤离这个 结石太近 或者光纤离 镜头太近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 上面这个图像 有颗粒感 或者有斑斑点点的 有时候进水以后 向前面 前面起雾 所以呢 导致我们这个 软镜的毁坏 当然电子 输尿管软镜 出现 得到了我们 广大泌尿外科医生 尤其是 杰氏大夫的 喜欢 因为他的操控性 特别好 尤其是 头像更大 可以整体的观察到 肾尾的各个结构 我们 我们在肾尾里边 不容易迷路 我们上中下长 分得很清楚 而且缩短了 我们大家的 学习曲线 所以他也是一款 大家特别喜欢的 尤其是我们国内 奥林巴斯和 斯道斯公司 两家公司 带来的这个 数量网软镜 他们的技术上 不断更新 镜子越来越 头像的 越来越 越清晰 而且开发出来 各种NBA功能啊 或者 或者各种各样的功能 然后呢 满足了我们 临床的需要 所以软性 数量网软镜的特点呢 就给我们 解决上尿路结石 尤其是我们 这个 肾于各个肾站的结石 或者我们 精疲肾镜的 平行站的结石 还有这个 下站的结石 我们这个 带了很多好处 就说他这个 电子纤维 数量网软镜 相比来讲 相比我们 纤维软镜来讲 他更耐用 所以 逐渐的 替代了 塑尿管 纤维 纤维镜 但是呢 这个镜子也有 它的缺点 就是电子镜 相对比较粗 就是说我们 现在 国内的大多数医院 不再提前 不再提前 留置双结管 所以 一期做软镜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要求的 我们的 树尿管软镜 比较细 所以碰见有 节石合并感染的 或者树尿管条件不好的 或者有各种各样 这个上尿路 尤其是 上斩 这个 肾斩结构 异常的 斩镜狭窄的 或者 IP家教 比较小的 所以还是 限制了 它的应用 我们一些疑难病人 还是达不到 难易的 轻视效果 所以在 这个 这是 2011年 我们这个 奥林巴斯的 这个 URV 所以它通过 我们这个 它把这个摄像头 前置到 这个 我们这个 软镜的 尖端 所以 它也是一个 里程碑 实现了 我们以往 比较细的 就比较细的 以前这个 电子镜 最早出现在 我们的 膀胱镜 出现在胃镜 所以 很难把 这个 小的探头 放在 前置到 我们这么细的 塑尿管软镜上 所以 它这个 它这个 也是一个 里程碑的 一个 创造 我们现在 比一下 我们纤维 塑尿管软镜 和电子 塑尿管软镜 它的区别 其实呢 它的这个 工作通道 和它的 弯曲度 都是差不多的 最主要的 一个是 耐用性 就是电子 软镜 耐用性 更好 然后呢 它的头像 更清晰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呢 就说 它的学习曲线 更短 这个 其实 我今天呢 最主要的是 我特别喜欢 这个 普生的 一致性 顺序管软镜 为什么要推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 作为临床医生 身上压了两座大山 一个是 卫健委系统 这 反复的检查 检查什么呢 检查我们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耗材的 重复使用呀 有没有控感 违反控感的要求啊 这一类 要求我们各方面 要合规合理 但是呢 我们另外一座大山 我们医保局系统 然后买单的人 又想我们花钱多 有没有违规收费 所以我们医生 在这一方面 夹缝中生存 确实很难 但是呢 一次性 数尿管软镜 可能 未来我们会 规避这两个问题 我们看看 这个是来自德国 慕尼黑大学医院的 一个数据 就说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 一次性软镜 和传统的电子镜 相比 还有两大优势 一个是 这个弯曲性能 已经比 比这个传统的电子镜 弯曲角度更好 尤其他的转弯半径 弯曲半径 他更细了以后 灌注流量要大幅增加 这个呢 就保证了我们那个 手术中的视野 更清 更加清晰 也提高了我们 节食的清除率 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 动态的 我们看看 浦生的这个 转弯半径 这个浦生呢 转弯半径更小 所以呢 他很容易 去钻到这个 交钻的下展 交钻的一些下展 所以达到这个下展 节食 缩小我们的盲区 我们再看看 这个一般的 一般的 输尿观软径 所以他的这个 转弯半径呢 就比较大 所以进入下展 尤其是下展的 内侧展 有时候就相对 比较困难 甚至就说 我们有时候 看到节食 但是加入光纤以后 火机光光纤以后 没法碎 所以这也是 我们比较老火的地方 所以个子大了 也不是很好 这是指的 我们转弯半径太大 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是他的 这个 普生的 转弯半径 是1.7公分 这个是相当小的 我们这个 普通的 这个电子软径 他的转弯半径 是2.5 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特别适合 那种小肾鱼 大肾斩 或者有那种 分支样肾鱼 或者是肾斩 比较狭长的病人 我们用这个 转弯半径 比较大的时候 就很难进入 尤其下展 你这个连接部 刚过没有剩余 就要进到 进到展里去 然后这个 弹径太大 我们就没办法 没办法进去 所以普生这一款 进来以后 我们适合 我们最近 试用了好多 就觉得 他的这个轻视率 尤其他这一方面的优点 大大的解决了 我们的下展 碎尸的问题 所以他做到了 我们真正没有死角 我们以前 做解尸的大夫 经常给病人讲 尤其对于一些 疑难复杂的病人来讲 多发的 或者各个盏都有的 解剖结构异常的 像我们采取 各种各样的办法 采取多通道 采取软镜联合 往往都达不到 百分之百的 轻视效果 但是这块软镜 的出现 我们觉得 还可以到 好多盲区 可以 尤其是一些 疑难复杂的病例 让我们医生呢 更加有信心 这也是刚才 讲的 讲的他的 转弯半径的问题 为什么要讨论 这个转弯半径呢 就是说这个转弯半径 是我们在做 数尿光软镜碎尸的 以后 一个重要的指标 以前我们讲 IP加奖 以前还讲这个 斩镜的 长度 斩镜的宽度 好像是决定 我们下展结构 轻视效率 的一个 一个 评分 但是呢 现在认为 我们的转弯半径 静子的转弯半径 可能是 这三个因素 里边 除了这三个因素 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有他这个 这个浦生的一次性软镜呢 它和传统的 电子软镜相比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技术复制 它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 然后又进行了 自主的研发 搞了好多新东西 比如说他还有这个 自锁的功能 尤其是这个 镜子本身就很轻 然后再加上 这个自锁功能以后 我们这个临床上用 用起来了 就特别舒服 尤其是我们 我们有些医学中心 一天坐着十几台 坐着七八台 你就不感觉累 就跟人家现在玩机器人 做抚枪镜一样 人家像打游戏一样 去做手术 我们做结识的大夫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很舒服 我们可以坐着坐 然后通过这个自锁以后呢 我们就 就一边随着 手拿着就行了 还有一个他的这个 他这种蛇形弯曲 蛇形弯曲呢 也就代表 他有二次弯曲的能力 尤其是对下展 我们有二级渗长的时候 进了一个下 下展的大展 我们还要进小展 有时候很困难 我们就需要一个二次弯曲 所以这个二次弯曲呢 也是解决我们 我们这个 起高侵蚀率里边 最需要的一个 这个二次弯曲 特别有用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他这个 符合感控的要求 因为一次性软镜呢 就说我们有 它是一个整体包装 我们我们避免了 我们护士需要给他冲洗 要重复消毒 然后各个环节 我们要 要送到这个消毒供应室 去消毒各个环节 很难做到全方位的 没有感控死角 所以它的优势特别明显 明显在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交叉感染 也可以减少我们手术 手术者 临床医生的疲劳 另外最主要是减少 客室成本 今年的疫情 两个月关门 我们院两个月关门 两个月关门意味着我们今年的毛收入下降 意味着我们的流动资金也下降 也意味着去年好多预算就执行不了 医院没钱 所以你要想再买电子金 就很困难 所以一次性的这种软镜呢 它没有设备成本 没有设备成本 你不需要买 专门去给它买主机 不需要他们去找人去给它消毒 所以它不光是设备 还有人力资源的问题 所以大大的缩小了成本 所以我认为这款设备呢 可能更适合我们所有的医院 包括基层医院这种推广 然后它的临床 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国内的 这不是我们医院 国内哪家医院做的 我们主要看啥呢 你看看它和它的图像呢 和电子镜的石油 是可以比美的 你显微镜要好得多 就是说它可以很清晰 如果能看到这种清晰的图像 我相信广大的县级医院 可能大家 只要你能把镜子伸到摄影 你都可以碎实了 所以普生和其他的这个 数量观软镜 你看它对比了欧林巴斯的 对比了斯道斯的 也对比了波科的 相比的话 就是说它在 它不光是这个工作通道上 大家都是一样 我们可以置入 相同的光纤 置入我们这个 相同的各种 各种耗材 但弯曲角度呢 普生也做到了双向的 300度 300多度的这个转弯 但是它的优势在哪了 它没有购买成本 和维修成本 就是我们可以 这个主机特别便宜 大概几万块钱一个主机 剩下的就全是耗材了 它不算设备成本 所以国际上的文献呢 它也 因为这个普生呢 是 是先在墙外开花 然后呢 它先拿到国外的注册证 所以很快呢 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而且真正的体现了 中国制造的国际先进水平 所以广大的同道也 也把这个 总结了相关的文章 他们都认为啊 这个对控制成本来讲 对提高我们的灌流速来讲 所以更好的清晰率来讲 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很完美 其实普生还有一个 最 还有一个杀器呢 就是说 我们 我们的电子镜 大家的未来 是 在窍不缩小的情况下 是你要把镜越小越好 这样呢 就提供我们的镜窍比 镜窍比的目的 是可以减少我们书中的感染 而且呢 也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而且提高我们手术的效果 所以全球最细的 只有7.5L的这个塑胶管软件 可能未来 一两年之内 可能就和我们见面了 所以普生这款设备呢 也是值得我们期待 所以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 下面还有手势 我就不多说 谢谢郝卓 好 谢谢 谢谢何教授 给我们的精彩的演讲 感谢资源老师 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再 在这个机会呢 看到全国的大科 一次性 普生的一次性电子镜呢 实际上呢 是 从去年到现在 大家呢 已经接触过了 通过这个何教授的分享呢 我们又更加 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电子镜的特点 包括一些 一些这个参数特点 尤其呢 包括这个自所功能 按刺烦区啊 这些给我们临床提供的便利 尤其呢 何教授呢 又非 这样的 这个安静 这个 这个 普生的呢 它具有1.7L的中央半径 小于呢 普通的2.5L 那么这个观点呢 实际上是不是能够提高 这个结实性性性率 尤其是下展的复杂结实的 结实性性率呢 我想呢 可以呢 在哪个大咖的带头下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多中心的 一些研究 然后呢 可以更加进一步的 对于这个下展结实 是不是可以用 数量化软件来治疗 提供一个 巡政医学的一个证据 最后呢 再次感谢何教授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呢 再次聆听了其他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学术大餐 因为刚才呢 是吴教授呢 没有出现 何教授这个议题呢 提到上一轮 下面呢 再继续 再把话题转给 这个唐教授 唐伟教授 其他的不多说了 有请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院的 吴绒佩教授 有请吴教授 好的 谢谢 看到我们聊 这个讨论 太过热力 一下就把这个网络给 给掉下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这个 现在能看到我的PPT吗 可以 全屏就行了 好的 好的 那么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做一些 探讨 那么 就是 我们单位 应该说是 在国内比较早的 能够合法的使用 这个普生一次性 刷氧软镜的单位之一 那么我们是跟这个 曾国安医院长的团队 和刘座教授的团队 我们一起参加 做了一个多重新的 临床试验 那么所以 也非常高兴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使用 这个信息刷管 进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密尿系结石 特别是圣洁石 是我们密尿外科 最常见的疾病病种之一 特别在我们南方 可能占了这个大部分医院的 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的 这个住院病人的病名数 所以呢 设设计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病种 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设计时的治疗 包括几个方面 一个是开放手术 一个是体外振波碎时 那么还有精壁伸镜 那么还有近几年比较热的 这个双握软件的手术的方式 那么双握软件 我们现在能够拿到手的 这个几种形式 一个是纤维软件 一个是可重复使用的电子软件 还有一个是近几年兴起的 这种一次性的双握软件 大概这三种形式 那么从这个软件的使用过程来说 最让大家困扰的一个问题 就是软件的一个耐用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双握软件 它的这个购买的成本是非常高 但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它就一个维护的成本 像我们待会买了很多条 这种比较贵的这种电子软件 那么这些电子软件 不是在维修 就是在维修的路上 所以也让我们临床医生 非常的困扰 这个一个软件的一个耐用性 是我们在临床使用过程当中 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视野 我们看到虽然非常有意思 非常漂亮 但是这个表示 它是一个出现了很多快点的 一个纤维软件 当你的这个软件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图像 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的视野 那么在手术过程当中 就会比较的困难 那么更多的情况下 是在这种可望性部的一个破损 包括外差的破损 还有舌骨的折断 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软件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关于软件的耐用性方面 也有文章研究过 那么这篇文章是发表在JU上面的一篇文章 那么它是研究了一个大学的医院 在12个月当中 使用SWEST的FlexIC的一个电子软件过程当中的一个耐用性的一个观察 那么在12个月当中 它们总共有11条软件发生了损坏需要维修 那么从它们的使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每一条软件的平均的使用的病例数只有14.5例 它们的每一个手术的使用的平均的费用下来 大概是要超过1000多美金的这个费用 那么还不外含这个维修的一个费用 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折断的地方 或者破损的地方就是可弯性部的这个舌骨 还有呢就是可弯性部的外皮的这个破损 所以呢这个双锅软件的使用过程当中的这种耐用性 一直是宽扰大家的一个问题 那么一次性软件的问题 它的好处在于它是一次性使用 那不需要维护 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不怕它一个损坏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再处理时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做完一台双锅软件的手术以后呢 这条镜子要拿去再进行重新的一个处理 那么病例结束以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镜子拿去清洗 清洗完以后呢要进行一个测漏 测漏完以后再进行一个认证的二次清洗 然后呢冲干净 冲干净以后把它消毒 然后打包 打包就放到库房 当我们来了新的病人来以后呢 我们要到库房 把这个镜子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要进行一个外包装的一个检查 那么外包装打开以后 要进行一个镜子的测漏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做第二个病人 所以呢总共的这个再处理时间加起来 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这个镜子出现问题了 那么这个病人的手术就要改期 就做不了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再处理时间加上去呢 这个时间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们能够使用一次性的 那么它所有这种再处理时间是不需要 就是我们把镜子拿来以后呢 打开就进行我们的手术的操作 所以这个再处理时间 其实按照我们平常的日常的这种处理时间 实际上不止一个小时 它需要大概要90分钟到150分钟 甚至有的单位的这个消毒炉的 这种比较紧张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虽然这个处理时间好了 但是还没有办法拿去消毒 所以使得这个镜子的准备的周期 会更加的更加的延长 影响了我们手术的一个效率 如果是用一次性的双卧软镜 那么这个再处理时间就不需要了 所以呢镜子拿来打开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么不需要再等待 那也就提高了我们手术的一个效率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镜子 能不能用好不好用 它的这个图像的质量就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前的纤维双卧软镜 它的成像原理是一个极速的光达纤维 所以它现在的图像是一个带有很多网 各种点状的一个图像 后面进步以后呢 就出现这种电子软镜 电子软镜它是由CTD和CMOS来成像 它在前端的这种CMOS和CMOS成像以后呢 在输出它的主机上面 所以它的这种清晰度是非常高的 甚至现在已经有了这种高清本的电子双卧软镜 它的图像质量是非常的清晰 那么我们也有文章就研究过所有的这种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镜子的这种图像的质量 来进行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像这个图像的左上角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纤维软镜的一个图像 它虽然还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但是呢始终是有这种网格状的一个点状的一个成像 所以它的这个分辨率是受到它的里面的光纤的数量的这个限制 那么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这种电子软镜 那么这个电子软镜它是相对比较清晰 但是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 那么下面的两个图像 一个是旧版的普生的这个电子 一次性电子镜 那么它的图像质量是比我们的这种纤维软镜要更加的清晰 当然它的图像质量还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昂贵的 可重复使用的电子软镜的这种图像的清晰度 那么右下角就是新一代的 就是大家以后可以拿到的这种新款的普生镜的这个图像的质量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图像质量已经是非常接近 这种昂贵的可重复使用的电子软镜的这个图像质量了 所以随着这种电子技术的进步 还有这种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后 我们的这种一次性的双光软镜的图像质量已经非常接近 我们这种昂贵的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电子软镜的图像质量了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 图像质量最好的还是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电子软镜 就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它的成本比较贵 镜子也比较贵 微护的成本也比较贵 那么第二好的就是这种新版的一次性的双光软镜 那么第三好的是一个旧版的这种一次性的双光软镜 它也是一个电子软镜 所以它图像质量还是优于纤维双光软镜 那么从第四个角度来看 就是一个镜子好不好用 还跟镜子的操控性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不同的软件的品牌 它都有不同的特点 有的是一个双向弯曲 有的是单向弯曲 有的是正向2007 反向180 那么不同的镜子它的弯曲角度是不一样 那么弯曲的半径也不一样 那么弯曲角度越小 弯曲半径越小 那么镜子的操控性就越好 那么这边文章也就对比分析了 现在能够拿到不同品牌的一个软镜的 这种弯曲的一个操控性能 包括它放置光纤 放置踏实栏或者空载时候的 这种弯曲半径和弯曲角度的一个对比 通过评分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一次性的双光软镜的这种操控的评分 已经和这种昂贵的可充目使用的电子软镜的 这种操控的评分是非常接近 甚至比有的镜子的这个评分还更加的高 那么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转弯的角度 和转弯的半径来说 它和其他品牌的这种镜子比起来 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到它除了这种很好的 良好的这种转弯半径和转弯角度的 这个性能上来说 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二次被动弯曲 二次被动弯曲它可以通过前端的这种 生育伸展的一个生育币 生育伸展币的一个调整 它可以进到一些比较狭小 比较雕章的角度的伸展里面 那么让我们能够更加从容的处理一些 角度比较狭小的 或者比较难处理到的一些伸展里面的 一些结石的问题 所以这个操控性能上面来说 那么它至少是说和我们现在的 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电子软件的操控性能 是非常接近 那么甚至有些指标上面 还优于现在的这种 昂贵的重复使用的电子软件的 一个操控的性能 那么第五个问题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交叉感染的问题 那么重复使用的镜子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清洗打包消毒 然后再用到第二个病人身上 那么如果前一个病人 他是会有一些 除染痕性或者感染性疾病的时候 这个镜体的消毒的问题 就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这篇文章也报道了 一个因为双腕镜的一个消毒的问题 导致的一个长久性的 爆发性的感染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我们平常的这种常规的消毒里面 也许会有一些这种感染性的物质 或者是一些微生物能够残留 那么这篇文章也就专门检测了一个 常规严格的消毒以后的 这种双关软镜的 在检测的一个真实实际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进行了严格的消毒以后 然在镜体里面能够发现一些残留的液体 有些泡沫样的白色的残留物 那么在这个操作枪道里面 一些不明的一个碎片 那么其中有13%的镜体 能够培养出微生物 有44%的镜体里面能够分裂出303线干 有63%的镜体里面能够检测到血红蛋白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做了非常严格的消毒以后 这个重复使用的镜体 仍然还是会有这种重复交叉感染的一个风险 因为它的镜体非常纤细 又镜体也比较长 所以里面的这个空间非常狭小 我们的这种重复的消毒 也许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灭镜或者消毒的一个作用 那么依次性软件的问题就是 不需要考虑这个消毒的问题 不会有加插感染的问题 那么每次使用的镜都是新的镜子 都是消耗毒的镜子 那么它就没有一个加插感染的风险 第六个问题大家所关心的 这个镜子能不能用 观众还看它贵不贵 如果这些镜子太贵了 那么病人也支付不起 我们的医保也没有办法覆盖 所以也会影响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推广 那么我们的双控软件 问题就是说 现在的双控软件都是亏本的一个治疗 那么双控软件的一个购买的成本 还有维护的成本 远远超过了它的这种收费的收入的这种数据 所以这个经济性能 也还是一个大家所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这篇文章上面来看 在欧洲一条重复使用的电子双控软件的购买成本是17000欧 我想这个数据如果在国内应该会更高 就是在国内的这种进体的购买的成本也会更高 但它最贵的问题是一个维护的成本 那么它的一个维护的成本是达到了8万多欧元 就是说它买一条镜子要1万多欧元 但是它要维护这个镜子 它需要8万多欧元的一个维护成本 那么如果这一个镜子能够使用超过180例以上呢 它平摊下来每一例的这个病人的成本是大概是559欧元 再加上清洗的这种成本有十几欧元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一条镜子做180个病人不坏不休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成本降低到大概是577欧元一个病人 那么我们购买的这种一次性的双软镜呢 大概在欧洲的市场价是700到1000欧元一条 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 似乎一次性的软镜的这种购置成本 平致下来每一例会多一些 但是我们要想到那么你一条镜子能不能用到180个病人 像刚才这篇文章 最主要这个软件耐用性的文章上面的数据来看呢 它一年也12个月里面坏掉了11条软镜 那么每一条软镜的平均的使用寿命是14.5个病例 当然我们通过很小心的使用以后呢 也许这个数字可以更多一些 但是呢也很难达到超过100例的这个病人 那么它的每一例的这种购置成本的分摊下来 大概是每一例手术需要1000多美金 还不包含维护的成本 所以呢这个软镜的使用成本 包括了它的设备的购置成本 它的维护成本加在一起 就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次性软件的这个成本了 那么一次性软件的这个优势就在于 它没有维护的成本 你只要买了一条软件 用完就行了 就不需要更多的维护成本 那么软件的这个成本 更多的是在于它的维护和保养 所以我们刚才从几个方面来说了 这个软件的一些感受 一个是耐用性 一个是在处理时间 一个图像质量 操控性 交叉感染和经济性能 这几个指标来看 那么我们能够拿到一条镜 怎么样好用 首先这个镜子要比较好的操控 第二个要有清晰的一个图像质量 第三个用起来医生 不用太大的压力 这个成本不高 并且能够接受得了 那么就是一个很好 很完美的一个镜子了 当然现在这个一次性软镜 可以说从各个方面的角度来看 它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那么未来这个镜子能够怎么样发展 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进一步的改进的 第一个是更加的小型化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普通镜 它有了更细的7.5F的镜子 也许以后还有更细更小的镜子 另外就是一个比较宽阔的灌注通道和操控的工作通道 这样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清晰 第三个就是它的操控性能更好 那么现在1.7厘米的转弯半径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优化 还可以把它变得更小 那么二次弯曲的这个角度也还可以做得更大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达到更加复杂的生长里面的一个位置 可以提高我们手术的一个侵蚀的效率 那么第四个就是图像质量 也许还可以更加的进步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CED芯片 或者是CMOS芯片的这个进步以后 让我们的很多的图像质量能够达到高清的标准 那么现在图像质量已经非常接近高清 但是我们以后应该还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成本问题 那么我们能够尽量的控制成本 让更多的别人能够使用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器械 所以目前来说一次性双柔软镜 虽然不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它还是在一直的完善进步当中 所以我觉得它的前景是非常的光明的 就像我们的大广州 广州不是一个完美的城市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城市 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到广州来 So welcome to our wonderland Thank you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胡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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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